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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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笑荡的花旺 这首影片的主题曲《心战》被阿兰演绎的如数如气 与电影故事主题缓缓相扣很有气势 最后也得到了电影导演吴宇森的赞誉 阿兰的歌声呢 他的声音从油美当中又有很刚强的那种气质 他的声音非常的亮亮 很多画面都能够表现出他那个可爱的一面 我觉得他唱得非常好 赤壁是吴宇森酿了十八年的心血之作 不仅剧中角色吸引了众多明星家梦 影片的主题曲也有许多大牌艺人争相演唱 竞争相当激烈 阿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为何能得到演唱的机会呢 阿兰是何许人也 有的人问我是这是你的就是艺人的名字吗 我说不是啊 这就是我的真正的名字 阿兰因为藏族的名字 我爸爸的家族是阿德 然后我妈妈是郎台 所以他们两个在家阿德郎台 所以我叫阿德兰戴达瓦族马 这个名字就很长对吧 然后为了方便记 然后也想给我一个就是信 所以取我妈妈的名字的第一个 我妈妈也是藏民嘛 对取我妈妈的第一个字 和我爸爸的第一个字 合起来就变成了我的信 阿兰是吧 点达瓦族马 阿兰达瓦族马 1987年出生在四川美人谷 是一个地道的藏族姑娘 阿兰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 母亲是歌手 从六岁起 阿兰开始学习传统乐器 二胡 十六岁 从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 考入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 学习声乐 大学毕业后 孤身一人去日本闯荡 2007年11月 阿兰以一首明日赞歌 在日本正式出道 2008年7月 分别以地空烽火水 地球构成的五大元素为主题 在日本连续五个月 发行五张唱片 创下新人之最 阿兰的嗓音有藏音特色 又富有此信 为电影《赤壁2》演唱的主题曲 《九远的和》一经推出 就获得日本权威公信榜 第一名的好成绩 首张精选大碟 Voice of Earth 2009年 也打入日本唱片 销量榜的前十名 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姑娘 目前在日本拥有 中国的歌迷 是许多日本年轻人的影响 而这一系列成绩的背后 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 三年前的阿兰 还是一个连一句日语 也不会说的 我心学生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 很有阅历的人 二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 大学毕业 然后就踏上这条路 从一个大学生 现在转变成一个专业的艺人 然后呢 五连发 然后现在发的第九章 我从学生转变成艺人的这个 还没有这个适应的过程 然后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有点脱节的感觉 一个普通的藏族女孩 为何会在日本出道呢 她又是如何得到 吴宇森导演的青睐 在阿兰的身上 有许多迷一般的故事 而讲述这一切 还要从日本 艾贝克斯公司说起 日本的艾贝克斯公司 是全球大型的唱片公司之一 旗下有许多知名的当红艺人 包括宾棋部 安时奈美会 杏田兰卫 东方神奇等等 2006年 艾贝克斯决定在中国举办 选拔亚洲新人的活动 公司的高层和制作人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打造出一颗新星 然而漫长的选拔过程 却让他们失望不已 烦躁不堪 就在日本艾贝克斯公司 认为这场选拔赛 是很好财力 要无功而返的时候 一个穿军装的女孩 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阿兰的出现 让日本艾贝克斯公司 眼前一亮 欣喜不已 而这个还穿着军校校服的姑娘 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改变她 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阿兰在选拔赛上唱了两首歌 最后还拉了一段二胡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深看比赛的日本公司高层 立即对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当时唱完以后 我们东京 就是我们总部的老板 就说你跟我们签 我以为开玩笑 他唱得也很随意 我就说好的呀 就这样 十九岁 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上大三的阿兰 被日本跟艾贝克斯选中 成为未来主推的新型 然而在众人眼中 认为是被幸运之神 砸中的好消息 却在阿兰的家中 引起轩然大破 阿兰的父亲 极力反对阿兰去日本发展 当时 我心里是不太同意的 不同意 不同意 因为当时我们想到 她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我们想给她 找一个稍微固定一点的单位 有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 但是说 不是因为去日本 是因为说要出国 我爸爸就非常的反对了 因为我爸爸肯定就是因为 从小 从我读中学 到大学 然后就一直在坚持 就是要让我把书念完以后 可能 谢谢大家